來 聚會的大小事 看他們分別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就一組一組同時舉牌 來 姐妹組 喬欣和蘋果 舉牌 糾察隊跟保險箱 對 我是糾察隊 我一定是保險箱 對 為什麼 我糾察隊的意思就是我 就是在一個聚會裡面 譬如像唱歌的曲 我會很在意就是 誰的朋友是誰糾過來的 你要那個 照顧好你的朋友 因為像有的人就是會唱歌 他就只顧自己的 然後他的朋友來就會很孤單 一個人坐在旁邊 那妳管人家在幹嘛 又不是妳朋友 不是 我就覺得很可憐啊 所以比較類似那種保姆的角色 就是要顧到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要玩得開心 我帶朋友來 我帶趙哥來 我自己嗨嗨不行喔 他如果說在陰暗的角落 這個你看不下去 這什麼邏輯 不是因為有的時候譬如說 像我的G 然後可能好 那玉琳哥來了 結果你帶趙哥來 趙哥如果跟我們這些人都不認識 他就會一個人很尷尬 而且他就坐在那邊 站了很大的一個位置 然後卻沒有提供出一些樂趣的感覺 他一個人悶悶的喝酒 把大家的酒喝光這樣子 對啊 而且人家會說 趙哥妳一個人坐在這裡不開心嗎 趙哥說沒有啊 妳看我的衣服 我很開心啊 妳看我 一百張笑臉 穿這件衣服 我很開心 穿這件衣服 所以像這種如果被落單的朋友 我通常就會發現 他也不唱歌 那一個人坐在那很可憐 我就會叫他過來 可能玩吹牛什麼的 就大家一起玩遊戲 哇妳好有愛心喔 男女不拘這樣子 男女不拘 然後就會去關心這個朋友 然後或者是 就是我們有的時候可能唱歌啊 因為通常呢 都是男生可能會出錢 對 然後像有一次我跟我男... 通常會出錢 該買單的時候 因為你們就開始唱歌 唱歌喝酒喝酒 不是 尿尿的尿尿 對有的會這樣子 也有碰到這種狀況 那像朋友局的話 可能唱到後面 大家都已經醉得差不多了 然後只剩下清醒的人 可以買單你知道嗎 那就趕快一整杯高粱罐下去 對... 馬上 沒有那個時候 如果我看到這種狀況 我就會就是跟他講說 那妳出了多少 然後會幫他算一下一個人平均多少 然後一個一個我會去要錢 哇 所以妳的酒量很好囉 就是妳可以撐到最後 如果我還醒的話 如果我也是已經ㄎㄧㄤ的話 我可能就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他通常是ㄎㄧㄤ了啦 老實說 所以就要靠保險商了 喔 對 但其實叫我去真的還不錯 因為妳知道嗎 我們常常可能一起去一個聚會 不管怎麼樣 我又不唱歌 然後我不喜歡喝酒啦 其實是我不喜歡喝 但所以基本上呢 尤其是像我們一些那種比較 我們這種年紀的朋友 很多人呢 是可能今天一個聚會 然後主就有那個呢 就是他也怕說 到時候大家都喝醉了怎麼辦 所以就會先趁還沒醉的時候 先跟大家收錢 然後可能一個人就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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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供基金先搞定 對 先搞定了 然後之後呢 可能那個收錢人就會放身上嘛 但之前我們有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呢 因為那個收錢人 他自己也很嗨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也就是哈哈 然後在那邊喝酒喝酒 結果後面呢 有一次他們去唱KTV 然後又點酒 然後那時候也唱了大概還滿久 可能唱了好像有五個 還六個小時吧 就時間超長的 結果後面呢 大家就喝醉的喝醉 吐的吐啊 就超可怕的一個狀態下 後面想說 欸 要付錢了 錢呢 不見了 一萬多可能太兩萬 就這樣消失了 消失之後也很尷尬啊 那其他人想說 我都付過了 那現在消失了是怎樣 難道我還要再付一次嗎 反正後面整個情況變得就是 有點難堪 糟糕 所以後面呢 他們以後就會發現說 欸 我好像都不喝酒 然後他們會把錢收好了之後 就放到我這邊 因為不管怎麼樣 我是絕對不可能醉 那妳會開車嗎 啊 我不會開 還好妳不會 對 要不然我一定要帶她出去玩啊 就是因為 幫大家顧薄薄 顧錢 然後還會開車 妳就變UBER司機 OK 有保險箱那種角色也不錯 對啊 幫大家顧錢 對啊 來 剛剛是聚會裡面的角色 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就會討厭某些人 某些事 某些物這樣子 沒有什麼是你們討厭的 聚會裡的老鼠屎 我聚會其實我很不喜歡遇到 妳連這個也管 不是 我跟妳講 我也是因為喝酒 會唱KTV的那種 妳開心妳的 奇怪 人家還沒來就先點歌 因為妳也不唱歌 對 對啊 妳也不喝酒 聚會會 吃牛肉麵水餃 好啊 對 聚會未必只有什麼唱歌喝酒 也會有一些可能姐妹們 約下午茶 下午茶就不能遲到 對 約吃飯 然後偏偏呢 因為我非常準時到不像話 然後我姐 她要是準時 那就是天要下紅雨 很怪 我姐她永遠都是會遲到的人 然後我就發現我每次約 然後可能今天約六點好了 我大概可能五點五十 我就在附近遊蕩 我就已經在附近囉 反正重點就是 因為我們就可能約吃晚餐 然後一些餐廳都一定要先定位嘛 尤其我們常常一去 可能就是一次可能是四個人 我們四個女生 對 而且她到齊了 她才讓妳入座 對 我跟妳講永遠都是喔 我已經到附近 然後這時候我姐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妳們在哪 她說啊 我在塞車 我幾分鐘什麼什麼 不會來 我又想天啊 那妳們都不來怎麼辦 她說 那妳先去取位子 因為妳知道那些定位 妳只要十分鐘人沒出現 十五分鐘就給禁止掉了 就禁止掉了 所以永遠都是 我都要去負責 第一個到 然後幫大家把位子拿了 坐在那邊等大家 我跟你講要是沒有我 他們真的那天吃飯就毀了 就找不到地方吃了 所以妳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好咖耶 對 我還有 我還非常的用心 因為像我們上次啊 有一次我們可能常常會有些聚會 然後可能要交換禮物 然後我們上次有一個聚會呢 那個就是希望說大家可以準備 一千塊以上的禮物 老實說就一千塊 就是說貴也還好 但是說低也 也不低 對 也不低 但是那個 妳很難找到一個適合的禮物嘛 雖然妳知道我多有心嗎 我特地用了金紗 外面那個金紗巧克力 做了一個包包 用金紗做包包 對 我用巧克力做了一個包包 S嗎 我有那個啦 有給她那個塑膠袋 誰要啊 誰要 我跟你講 當天不誇張 就我姐啦 小優那些啦 因為我前一天就知道她的禮物 我說這很爛耶 妳怎麼感受 然後她 我說妳這個真的妳確定有一千 她說有 我這個加起來九百多 沒有 沒有一千 一千出 三十九塊二十九條 一千出 對啊 會招螞蟻吧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你知道 我一拿出來 女孩們都說 好想要 好可愛 我跟你講 多勇氣 那個真的很棒 你們看一下我做的 還可以 來 看一下看一下 所以那個包包現在在誰那裡 被一個男生抽到 重點就是被男生抽到 請問男生拿這個要幹嘛 也挺適合她的啊 而且重點是 那她巧克力可以拿出來吃嗎 可以啊 當然可以 但包包就毀了就這樣子 抽到也沒辦法 然後回去就把它吃掉 結果一件 然後就變胖沒有辦法當模特兒 然後就離開這個圈子了 至少可以吃啊 然後現在流落在街頭 沒有 那麼可憐 她現在還是很好啦 那你們要不要聽聽我送的是什麼 好 來 聽聽妳的說法 因為一千塊嘛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想說 抓那個一千塊差不多的金額這樣 我送的禮物是 那就超過一千啊 對啊 但是因為沒關係啊 我想說反正就是那個聚會 有關係 沒有 不是 其他人壓力 等一下我知道 就像趙哥的那個 對 你就跟趙哥一樣 妳這樣跟我們有什麼兩樣 對 妳比我還... 聽我講完 趙哥 妳聽我講完 妳認清自己了 我的那個邱馬龍不是那種大瓶的 我送的那個邱馬龍限量的 是一條的那個 它是小的 還是討厭的 就是那種可能特別粗的 才會有的 就是有三種的那種 對... 所以那個其實也是一千出塊 兩千而已 那我再講他一個 等一下 我還沒講 我也要反駁那個遲到的事情 我們四個人約 他說我遲到了 我當然都很感謝他 因為他都很準時 然後會去拿位子 對 但我到的時候 我也是第二個啊 就是其他兩個朋友 一爛還有一爛爛啦 妳們那一幫人不能來往 對 因為我們那些朋友 都是會遲到 沒有遲到 就是遲到沒有比較... 遲到當中比較早到 或遲到比較晚到 所以我說我很感謝他 但是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這種局 就是不用這麼嚴格 好 那我再講我姐一個 也是很好玩的 厲害的 不是 因為我姐 我覺得其實這還蠻可愛的啦 但因為我姐 她就是... 因為我喝酒很可怕 對 她一喝酒 就會變了一個人 就超級可怕的喔 然後有的時候我心想 天啊 就是老實說 妳也好歹是個女藝人嘛 對不對 他之前有一次 我們就出去玩 他就喝醉喔 他喝醉 他開始妳知道 發瘋了 他竟然給我跑到那個台上 就可以跳舞 他開始跳 夜店 對 開始那邊 夜店嗎 對 夜店 然後開始跳 然後重點是 他眾目睽睽之下 眾目睽睽 是 不是跳黑社會妹妹的歌嗎 不是 我覺得 那邊奇怪的 他要是跳黑社會也就算了 然後又是說他舞技高超 我還會給他拍拍手 但我跟你講 他跳舞永遠都是在那邊 在那邊延伸 不知道在那邊延什麼延 然後在旁邊看 有影片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對 妳看一下他超誇張的 為什麼有影片啊 妳幹嘛提供啊 旁邊那個穿裙子 那個腳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的那個 妳都站不穩啦 他到底在幹嘛 而且旁邊那個是 一個老外 一個神神神祕的老外 對 一個老外 不是 因為我覺得比較 雲門那一系列的 對 後現代啦 對 後現代的感覺 對 妳那個是什麼意思啊 因為他們 我那當天真的是喝到ㄎㄧㄤ了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幹什麼 但是就真的我喝醉確實是 OK 蠻可怕的 可愛啦 可愛可愛 對 蠻可愛的喔 來 謝謝